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部挪威的森林就是左人翁渡边的青年成长史 毫不怀疑 渡边是一个特别纯真坦诚的青年 他与世界保持着距离 与恋爱保持着距离 并不是他想与众不同 或者孤名钓鱼 而仅仅是很多当时的日本青年 对当时日本虚伪社会的一种迷失与反抗 关于恋爱 我们都会经历纯真的恋爱时期 当纯真恋爱被现实打破的七零八岁 却依然不失去爱人的能力 最后学会把爱融入到现实与生活的点滴 最终成长为社会的人 渡边经历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小说里三个人物自杀了 渡边最好的朋友沐月 献给自己的成年里是自杀 他和侄子恋爱只是纯精神上的 这似乎象征着我们每个人青少年时期 最纯真的爱情 也象征着他们不愿与社会相容 侄子最终选择了随沐月而去 象征着渡边纯真爱情的泼灭 这种成长注定是痛苦的 但即便侄子不死 我想渡边也不可能和侄子终成眷属 毕竟两个活在理想里的人 会被生活的点滴敲得支离破碎 初美死了 这是渡边觉得很心痛的 这个在渡边看来非常高贵 楚楚动人的女孩 最终在失去泳泽之后 嫁给他人选择自杀 渡边这样描述他 比初美漂亮的女子 不知会有多少 泳泽不知会搞到多少那样的女子 但初美这位女性身上 却有一种强烈打动人心的力量 而那绝非足以撼倒对方的巨大力量 他所发出的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力 然而却能引起对方心灵的共振 我一直注视着他 一直在思索他在我心中激起的这种感情振颤 究竟是什么东西 他类似一种少年时代的憧憬 一种从来不曾实现 而且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憧憬 这种直欲燃烧般的天真烂漫的憧憬 我在很早以前 就已遗忘在什么地方了 甚至很长时间里 我连他曾在我心中存在过 都没有记起 而初美所遥悍的 恰恰就是我身上 长眠微型的 我自身的一部分 这一部分就是杜鞭 木月 侄子 所追求的 最纯真的爱 初美一心想着 能用自己大度的心 与纯真的爱情 留住野心勃勃 游戏人间的泳泽 但发现 这是不可能的 初美的死 其实在说 传统的日本女性 在追求真爱 不能获得后的殉情 虽然从恋爱的角度 他们三个人的死 都是因为纯真爱情 可侄子和木月 更像是一种 富裕的仪式 而初美 则是在现实中 被撞的 头破血流的 无奈之举 初美死后 路边选择 和泳泽绝交 除了因为 纯真爱情 惨败现实的无奈 也有关于 他们两人 如何看待 性与爱的问题 初美的男朋友 泳泽 对无奈的性 乐此不疲 理直气壮 觉得人生 本该如此 没有什么不可以 而渡边 却因为无奈的性 有种对自己的 厌恶和负罪感 渡边最终 因为绿子和灵子 走进了现实的爱情 使他们能够承受出 失恋的打击 坚强地活下去 所以在书中 我们听到渡边说 喂 母月 我和你不同 我决心活下去 而且要力所能及地 好好活下去 你想必很痛苦 但我也不轻松 我骗你 这也是你留下 侄子死去 造成的 但我绝不抛弃他 因为我喜欢他 我比他顽强 并将变得 更加顽强 变得成熟 变成大人 此外 我别无选择 这以前我本想 如果可能的话 最好永远使其棒 但现在 我不那样想 我已不是 十几岁的少年 我已感到 自己肩上的责任 喂 母月 我已不再是 同你在一起时的我 我已经二十岁了 我必须为我的 继续生存 付出相应的代价 我一直在想 挪威的森林 之所以成为 严肃文学中 很畅销的小说 恐怕有一点 功不可没 就是书中的散落的 一些象征 意味浓厚的 良性描写 充满了青春的 荷尔蒙气息 看得让人心动 给人遐想 村上专属 挪威的森林 推荐给你 我是诚意 陪你读 买一文好书 给心灵 建一座 精神的画坊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君自身 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